女友出轨厂长的儿子后 我被分去了扫厕所 可没想到墙上贴了一张寻子广告 上一秒 我还是个25岁的打工仔 下一秒 我就被亲爹的司机请上了劳斯莱斯 我叫谢帅清 是厂里流水线上的工人 明天就是我女友柳如燕的生日了 为了这一天 我吃了一个月的泡面 给她买花买戒指 准备给她的惊喜 喂 燕子 我刚把电话打过去 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边就传来一阵响动 接着就是女友交打的声音 哎呀 这里不能摸 我脑中猛猛的 忙大声朝那头喊 燕子 你干嘛呢 我忙着呢 流如燕话还没说完 变化就被挂断了 直觉告诉我 不对劲 我闷着心思到了场里 老王看着我一副 欲言又止的模样 你这是咋了 想说就说 我心里装着事 从背后打了他一下 哎 老王白白手 率轻 找女人就得找个不图前的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直到晚上下了班 女友还没给我回电话 我终于坐不住了 我没想到 还没出场 我就和女友打了个照面 柳如燕全身上下的衣裳 都是新的 脸上的妆光彩照人 要不是听到了他说话 我还真认不出来 我沉了脸 正要问他 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回电话 柳如燕却笑眯眯的 拉上了他身后男人的手 我一瞧 竟然是我们厂里 王老板的儿子 我怒火中烧 这才懂了 白天老王那话中的意思 好啊 你个柳如燕 我对你虽然说不上好 但也从来没干过对不起你的事 你竟然敢绿老子 我上去几步 就想拉上柳如燕的手 却被他一把躲开 谢帅卿 别拿你干活的脏手碰我 柳如燕脸上满是厌恶 把我的衣服摸坏了 你赔得起吗 我心里一阵恶寒 抖着手问他 柳如燕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看不出来吗 我要跟你分手 我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一遍 柳如燕皮肤辣黄 就算穿上名牌的衣裳 看上去也格格不入 跟我分手 就为了你这身形头 柳如燕急了 提着手里的包包 就甩了我一巴掌 谢帅卿 你说什么呢 我跟王小锤是真心相爱的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就凭你的工资 你连我身上的一个包都买不起 柳如燕只高气昂 你除了长得帅点 哪里比得上王小锤 我看你还不如去当鸭 被傅伯看上还能少奋斗几年 我脸一阵清白 没想到我交往了一年的女朋友 竟然是这种人 我恨恨咬紧呀 柳如燕 这是你说的 你可别后悔 王小锤一把搂上女人的肩膀 走吧宝贝 跟狗有什么好说的 柳如燕一声娇笑 两人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老王拍了拍我的肩膀 轻声安慰两句 我抬头望天 心里五味杂陈 为什么世界总是这么不公平 如果我是个有钱人 是不是一切就都不一样 被柳如燕甩了之后 我连吃了三天外卖 下次再为这种女人省事俭用 我就是傻叉 我把鲜花和戒指 送给了从小把我养大的奶奶 奶奶高兴得很 我是个孤儿 爷爷奶奶说 我爸在我小时候就死了 我妈也跑了 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 他们自己舍不得吃穿 还要供我上学 在老家待了两天 工厂的电话打了过来 王老板朝我怒吼 说我再不去上班就不用来了 为了养家糊口 我还是忍气吞声去了工厂 同事们少有人安慰我两句 多是把我当得乐子乔 忙活了一上午 王小垂来工厂监工了 身边还带着我的前女友柳如燕 两人如胶似漆 一路头抵着头 看得我直犯恶行 王小垂走到我旁边停了下来 小谢啊 厂里的马桶堵了 你去清扫一下吧 我面部表情开起头 手上动作不停 这小王总没一点眼力见 没看我忙着呢 同事老王急忙在一边 晃了晃我的肩膀 小王总喊你呢 你不想干了 要我前女友在一边 直皱着鼻子 就好像我身上有味似的 谢帅清 你还不去 王小垂当着我的面 直接朝我前女友的胸口出摸去 柳如燕忙扑到王小垂怀里 讨厌 我咬着牙站起来 恨不得打死这对狗男女 如果不是爷爷奶奶需要照顾 我死也不会放过他们 众目睽睽下 我拿起拖把进了厕所 外面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哄笑 同事们纷纷恭维起王小垂 我提着拖把 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我没想到的是 机会来得这么快 打扫马桶不是个轻松活 不仅累人 要切恶心 我上学的时候 就经常被分去扫厕所 所幸我早已习惯成自然 干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开到最后一扇门 我突然发现 门的背面贴着一张小广告 这是个寻子广告 对于广告的悬赏 竟然高达一百万块 我看得直扎蛇 一百万啊 这家肯定是个有钱人 如果我是他们的小孩就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以后的女朋友 再也不会跟王小锤那样的人渣跑了 我一边想一边拖地 竟然笑了出来 我这才又看了一遍上面的广告 小孩长得浓眉大眼的 跟我还挺像的 哎 我怕不是魔证啊 我目光往下扫去 看到了下面标注的一行小字 母亲外出买菜 孩子在家被偷 浓眉大眼 离开家的时候两岁半 两岁半 这跟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里 一个年龄啊 正想着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擦干手 但看到上面的来电显示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 110 是警察 我把这辈子干过的所有坏事 想了一遍 才接了电话 您好 请问你是谢帅清吗 我抖着手 声音发颤 我是 是这样的 我们怀疑你是23年前走多的孩子 想要了解一下你的父母情况 我愣了愣 我父亲早死 母亲跟别人跑了 好的 请问您周末有时间 跟我们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吗 挂了电话 我久久不能回神 我可能要有爸爸了 活了25年 突然有人告诉我 我可能不是孤儿 我就这么怀揣着心里的激动 度过了接下来的几天 同事们看我心神不定 都以为我是被柳如烟给伤到了 除了老王安慰我两句 其他人都在那看笑话呢 终于 亲子鉴定做完了 眼前的男人穿着皮夹克 看着我的眼里都是泪水 我别开头 有点不好意思 女人脸上也很激动 不用等亲子鉴定结果了 老谢 这肯定是我们的儿子 我这个当妈的能不知道吗 女人一下子抱住了我 我的儿啊 妈对不起你啊 男人也哭了 你别吓坏孩子了 因为去的是高档私立医院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根据亲子鉴定的结果来看 眼前这个人 就是我亲生父亲 男人痛哭流泣 再也忍不住 我的儿啊 你受苦了 爸爸终于找到了你 还好爸爸没有放弃 爸爸给你准备了三套房 都是市中心的别墅 男人猛猛拍了拍我的肩膀 儿子说 想要什么车 想要什么爸爸都给你买 我挠了挠头 我什么也不要 不用不好意思 傻儿子 几百万对爸爸来说 根本不是事 男人非常高兴 买了面锦旗 就要去感谢警方 要在男人和周围人对话中 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 谢可风 我的亲生父亲 谢可风紧紧拉着我的手 孩子 今晚跟爸爸回家吧 我工厂里还有任务呢 谢可风立刻沉了脸 什么工厂 不干了 就这样 谢可风喊我回厂 把工作辞了 说明天就来接我去提车 人回到了厂里 我还觉得跟做梦似的 没想到我刚走进去 就看到了我前女友和王小锤 同时老王忙把我拉过来 小谢 你跑哪去了 最近厂里活多 你还叫小王总逮来的正招 你不想干了 几乎是下意识的 我就想低头认错 可我转念一想 我今天是来辞职的 老王 我不干了 你疯了 不就是你前女友的事吗 人人就过去了 就是啊 帅亲 你想开点啊 以后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 一个月一千八 当包住 人家挤破头就进不来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 我前女友就踩着高鞋跟走了过来 谢帅亲 刚刚小王总说了 如果你再迟到一次 就直接滚蛋 柳如烟脸上既是傲气 要不是我替你求情 你现在站在我面前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我无所谓笑了笑 只对这一边的老王说了句 今天我找着我爸了 他说给我买了三套房 我感觉自己不用努力了 柳如烟一声吃笑 谢帅亲 看看你这鸡窝头 你不会是没睡醒吧 任命就这么难吗 还想当真少爷 你有那个命吗 老王颇为感慨 帅亲 你不会是生病脑子烧傻了吧 我摇摇头 哎 他们不幸算了 活了25年 警察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我是富豪的儿子 我自己都云里雾里呢 把工作手续办理完 我抬脚就走 柳如烟还在后面咒骂 小锤 你说他不会真被我们给刺激傻了吧 王小锤冷声开口 管他呢 你放心吧 没几天这小子还会回来的 咱们到时候让他当狗 我冷哼一声 等着瞧吧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 第二天一早 亿万富豪找回走势儿子的视频 就登上了热搜 视频里 我爸谢可峰哭得眼角尽是泪花 他狠狠抱着我 我家的儿子20年来受了这么多苦 我一定要好好弥补他 当天晚上 我从单位出来 爸妈就马不停蹄把我带回了家 坐在最新款的豪车上 我几乎坐立难安 谢可峰连声安慰我 放心吧 秦帅 不但爸爸妈妈喜欢你 到家里哥哥妹妹都会喜欢你的 我重重点头 到了家我才知道 我爸他说的一点都不假 到家已经是晚上 我家住在市中心的富人区 还是一片灯火通明 我哥看见我就是一个熊豹 秦帅 哥好想你 我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我善善一笑 我哥拉上我的手就要出门 走 哥带你出去兜风 我两个妹妹急忙跑了出来 大哥 你让二哥好好歇歇 他们一人拉上我一只手 长得跟天仙似的 二哥 你快跟我们进去 我跟姐姐给你准备了 你从一岁到二十五岁 每年的生日礼物 生日 我从小到大都没怎么过呢 跟着爷爷奶奶的时候 吃一碗面条就算是过生日了 现在看着眼前堆了一个房间的礼物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出来 谢谢你们 客气什么呀 我们可是一家人 躺在八米的大床上 不用再跟宿舍的人挤在一起 这真是我二十五年来 睡得最舒服的一个晚上 我睡到中午猜起来 这才看到手机上数不尽的来电显示 有一百多的电话 是柳如烟打的 还有几十个 是我的好兄弟老王打的 至于其他的 都是些平常不怎么熟的同事 我正想着 柳如烟的电话又打过来了 我随手按了接听键 那边就是柳如烟娇柔柔的声音 帅轻 我们复合吧 我一愣 柳如烟这是良心发现了 我看了看手机 这才看到一条条醒目的推送 原来 我被谢可风找回来的事 登上了热搜啊 我说柳如烟怎么来找我复合 呵 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决定跟你好好道歉 只要你答应跟我复合 我们的感情还能跟以前一样好 怎么样 你忘了你出轨王小锤的事了 我冷声开口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不要再骚扰我 他被我下了面子 立刻变了脸 你装什么呢 谢帅清 不就是有点臭钱吗 还亿万富翁呢 恐怕不是你屁的视频吧 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我才发现你是这么虚伪的人 柳如烟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正要打过去 我妈从外面敲了敲门 起来了吗 帅清 爸爸今天要带你去买车 我忙硬了声 把柳如烟这事抛到了脑后 跟爸爸谢可风去了市区最大的一家4S店 我爸二话不说 就挑了几辆600万的车让我选 我选了辆最便宜的 我爸当场看出我认生 脸上满是心痛 立马挑了另一辆最贵的给我 有跟踪记者记录我被找回来的生活 把这一段也拍了进去 当天下午这段视频又上了热搜 网友纷纷在下面整活 爸爸 我叫谢美清 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啊 爸爸 这么多年过去了 儿子想你想的DNA的序列都乱了 要在爸爸付完账后 柳如烟又给我打过来了电话 可惜 我没接 接着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条来自柳如烟的短信 对不起 帅清 上午是我太冲动了 你抽时间跟我谈谈好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王小锤 我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让你吃醋 我没想到你会离开我 我真的很难过 我真的很想你 老王也很想你 我去找你吧 或者你回来工厂一趟吧 呵呵 看着他发来的这些话 我只觉得恶心 提了车 谢可风过来搂上我 儿子 有没有女朋友呢 我想了想摇头 行 爸爸给你张罗张罗 明天我就摆焰 叫大家伙好好看看 虽然我的儿子走丢了二十多年 你就是爸爸的宝 我身上支起鸡皮疙瘩 心里也感觉暖暖的 爸爸要摆焰进驻 想了想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王 他比我大几岁 在场里 他也是帮助我最多的 我只喊了他一个 但我没想到 当天竟然来了这么多人 宴席开始 谢可风的亲朋好友们 就在张罗下进场了 爸爸做生意多年 朋友多得很 他推托着不要红包 人家也一个劲地塞给他 瞧见老王进来 我急忙把他拉到亲友桌上 老王瞧着我一身的行头 眼里都是燕现的目光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嘞 谢帅清 你咋真是少爷啊 我打了个哈哈 说我是踩了狗屎运了 然而老王才坐下没多久 我就瞧见后面又进来一群人 我看着都有些面熟 尤其是最前面那女人 那不就是我前女友柳如烟吗 老王显然也看见了 忙不迭摇头 可不是我告诉他们的 我只看了一眼 就被父亲拉走了 宴席上 父亲带我认设许多他朋友的女儿 长得那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父亲问我有没有喜欢的 我害羞地摸了把脸 爸 现在还早吧 正说着呢 林叔叔家的女儿 就跑来找我要了微信 你就是谢叔叔的二儿子吧 我早就听说过你了 我感觉你特别好 就算被叔叔找回来了 也没有忘记养恩 女孩笑得特别好看 我们才聊了两句 柳如烟就踩着高跟鞋 走到了我面前 她一把推开了我旁边的女生 哭着指着我 我命苦啊 你谢帅清是发达了 我跟肚子里的孩子 可怎么办啊 我猛了 柳如烟闹得这是哪一出 你没有良心啊 发现自己是亿万富翁的孩子 就跟我分手 我已经跟你在一起三年了 她一边说一边哭 一旁看热闹的 纷纷举起手机拍了起来 我气笑了 柳如烟这话真有意思 她带着一帮人来胡吃海盒就算了 被王小锤搞怀孕了 还推到我头上 听到我这的动静 我爸也应声看了过来 可她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也不敢上前为我做主 我一脸冷色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 我们早就分手了 我跟你都没发生过关系 你装什么呢 柳如烟带来的工厂工友们 听了我的话 多嘖嘖感叹 什么人啊 刚当上少爷就翻脸不认人了 就是 当初在厂里打工的时候 当狗比谁都当得欢 见我被众人围攻 老王也忙跑过来 替我说话 你们说什么呢 率青在厂里 可从来没有对不起你们过 还有你柳如烟 率青吃一个星期泡面 就为了给你过生日 他对你还不够好吗 柳如烟冷冷扬起头 一脸高傲的模样 我拉回老王 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放证据 柳如烟也扭过头来看 下一秒 他跟我打电话的录音 就传了出来 传到周围每个人的耳里 录音里柳如烟一会撒娇 一会骂人 可见其品行败坏 他指着我 谢率青 你凭什么路我说的话 然要回应他的 只有两个保安 小姐 我们谢总请你出去 和柳如烟一起被请出去的 还有他身后带来的工厂工人 哎呀 我还没吃饱呢 一阵喧闹过后 我爸满是心酸的抱住了我 孩子 爸爸没想到你过得这么苦 与朋友都这么狠独 爸爸心里难受呀 站在一边的临时千金 看着我的眼神也尽是崇拜 凭借着前两天的热度 今天宴席上的事又上了热搜 网友们把柳如烟骂得狗血喷头 我以为他会就此老师两天 没想到他这么能做药 晚上 在新闻记者的强烈要求下 爸爸和我坐在一起开了直播 直播间刚开几分钟 就近来了十万人 直播间的网友们弹幕刷个不停 其中最多的莫过于当场喊霸 简直是个认清现场 谢可锋笑得和蔼可亲 好好 大家都是我的孩子们 在众多的弹幕里 有个显眼的夜一直在刷屏 我爸定睛一看 这人名字叫谢帅亲未婚妻 网友们也纷纷埋怨他 刷屏这么快都影响他们看了 很快有网友点进去他的资料 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柳如烟 他的主页不仅有自己的照片 还有不少跟王小锤的合照 看到大富翩翩的王小锤 网友纷纷在直播间刷柳如烟 真是瞎了眼 吃着锅里的还看着碗里的 真不要脸 一夜之间 只是骂柳如烟的粉丝 都达到了七万 在网友的强烈要求下 我和爸爸连着直播了三天 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疑问 家人们 真是富二代会一直直播捞钱吗 说实话 我感觉他们家也就那样吧 现在什么人都是个亿万富豪了 哈哈笑死我了 我爸翻着评论 看得连连心痛 当即决定给我找点实事干 要这第一件事 就是收购我以前干活的工厂 我回工厂这天 正好是产品的质解日 除了王小锤和我前女友 基本上所有人都在 瞧瞧我进来 王小锤还以为是我后悔了 想回来上班 哟 这不是谢帅清吗 怎么 这是想开了 王小锤哈哈大笑 完全没注意身边几人 变了的脸色 再拿买的西装啊 不会是租的吧 我笑了笑我没说话 鉴于今天只是来考察 老爸只给我安排了两个人手 现在去财务拿数据了 我对这的情况熟悉 就先进了工厂 你要是想回来也行 王小锤岔开腿 你从我这裤子底下钻过去 再喊识遍我是狗 我就给你这个工作机会 怎么样 听他这样说 柳如烟不动声色拉了他一下 却被王小锤甩了一巴掌 臭女人 你碰我干嘛 不会是心疼他吧 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 柳如烟也来了脾气 索性把气撒在了我身上 谢帅清 你回来干嘛 你这几天风光的还不够吗 我工作啊 我一脸坦诚 我明白了 哼 看来网友说的是对的 柳如烟踩着不合脚的高跟鞋 其实你家里根本没几个钱吧 都是搞出来的噱头 现在的营销号可真会变 我抬手看了眼自己限量款的手表 这两个小助理也太慢了 这不是耽误事吗 你怎么不干直播了 柳如烟笑了笑 不会是没有热度了吧 也是 像你这样的人 干啥啥不行 就算你爸把你找回来 也会后悔的 他话刚说完 我就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王小锤打在了右脸 我打在了左脸 这样下去他两颊都红了起来 也是云衬 柳如烟狠狠瞪着我 抬手就要还回来 你敢打我 可惜 男女之间的体力悬殊太大 我一伸手就把他拉住了 柳如烟 我最讨厌的就是势力的女人 你背叛了我这么久了 这一巴掌 我只是还给你要饮 有一句话叫做 末期少年穷 终有一天 你以前看不起的人 也会踩在你的头上 说完 我就把柳如烟甩到了一边去 要王小锤也被我这气势吓住了 竟然在原地站了半天都不敢动 我拿出手里的收购计划书 朝他摆摆手 我要见你爸 王小锤起初还不乐意 但在我跟柳如烟说话的间隙 旁边人拿着手机给他看了两个视频 他看我的眼神立马就变了胃儿 在全工厂的注视下 王小锤朝我低头哈腰的 谢总啊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去接你啊 他说着朝柳如烟骂了一句 没眼力见的东西 谢总都站了这么久了 不知道给谢总倒杯水喝吗 柳如烟横横的咬咬牙 听话的踩着高跟鞋站了出来 我却突然伸出了手阻拦 他道的我嫌脏 王总工作这么多年 我还没喝过你倒的水呢 王小锤听了这话 在原地愣了半刻 才笑起来 他脸上的肉都堆在一起 得嘞 谢总想喝凉的还是热的 哦 四分凉六分热 我这个人胃不好 只能吃软饭 王小锤站在原地 险些当场发飙 正巧这时 我爸打来了一个电话 我抬手接起 顺便不小心按到了上面的扬声器 怎么样呀儿子 收购王室集团顺利吗 用不用爸爸再给你拨过去两千万 我闻声摇头 不用了吧 我跟这里的王总都是熟人 两千万就能拿下来 说完我看了王小锤一眼 是吧 王总 他一改刚才的态度 险些给我跪下来 是啊 谢总交代下来的事 我们做下属们都得奋力干 我爸听完又安排了两句 就挂了电话 王小锤立马端来了水 您尝尝 谢总 按您说的 四分凉六分热 我把茶水接过转了转 只喝了一口 就往王小锤脸上一泊 茶叶和水一起粘在他脸上 实在是滑稽得很 王总 你知道这杯茶水 我为什么要泼你吗 我逼近他的头 从我来厂里的第一天起 就因为干活认真 受到了不少针对 要王小锤作为经理 不但不管 要且还放任那些人欺负我 如今报应也该落到他头上了 要当我终于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后 他竟然和我的前女友搞在了一起 此刻 看着王小锤点头哈腰的模样 我才明白恶人还需恶人磨 富二代还需富二代磨 折腾了半个多小时 我的两个小助理 终于开着豪车赶到了工厂门口 听到外面的引擎声 员工们接连扭头往外看 该看到那漂亮的车身 要小助理恭敬地把车钥匙递给我时 他们才明白 原来我蟹帅轻视真的发达了 要且是他们想象不到的那种程序 去找厂里大老板的路上 我喊了老王一起 他眼里的艳羡之色也挡不住 好啊 你小子 这下你是真的苦尽甘来了 王哥 你想不想接手这个厂子 我搂上他的肩膀 虽然厂子现在赚钱不多 但也离不了人 我想找几个技术人员 来完成产业的革新 到时候让你当一把手 老王立马红了眼 你小子 收购的过程看起来复杂 但只要价格谈笼了 其他的都不是事 整个过程中 大老板从来没有对我笑得这么亲切过 他不住地想拉着我叙旧 都被我躲了过去 从厂里出来后 我从来没有觉得心情有这么舒畅过 回到家里 我把厂里的情况跟爸爸说了说 他脸上满是欣慰 好啊 不愧是我的孩子 那天后 我爸就让我进了谢氏集团 我被认为经理 从最浅显的东西开始学习 遇到不懂的时候 哥哥也会帮我解答 妹妹会经常叫些下午茶 来犒劳我跟哥哥 除了收养我的爷爷奶奶之外 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家庭的温暖 几个月之后 我的工作稳定下来 我也能够在董事会上独当一面了 为了照顾爷爷奶奶 我把他们也接到了城里 我的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临时的女儿多次来公司找我 跟我讨论计划 约我一起吃饭 她叫林慧 人如其名 不仅长得好看 要且非常贤惠可爱 一来二去 我们就熟悉了 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 我爸高兴坏了 说明年就安排结婚 就这样 林慧成了我的未婚妻 我没想到 竟然还能碰到柳如烟 这天 我正跟林慧去吃饭 我们在后座聊天 小助理去猛地停了车 谢总 有个女人挡在了我们车前面 我定睛一看 女人捧头垢面的 我还能没认出来是谁 见我们停了车 她三两步扒到了窗户上 谢帅清 我后悔了 我当初不应该甩了你 我应该跟王小锤在一起 你跟我复合吧 听到声音 从前的记忆回笼 哦 原来是柳如烟 我推开车门下了车 柳如烟一时静也没认出来我 钱真是养人 我梳着笔挺的头发 穿着笔直的西装 比起几个月前 甚至皮肤都白了几倍 柳如烟认不出我也正常 她还穿着几个月那双高跟鞋 见着我就要上来拉我的手 我错了 帅清 只要你愿意跟我复合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缓缓把手从她的禁骨中拿开 柳如烟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不可能 你骗我的 我冲灵慧招了招手 她柔和一笑 牵着我的手下车 灵慧是典型的白富美 不仅长得好 气质也是一绝 柳如烟只看了她一眼 就发现了两人之间巨大的差距 这下我还没说 柳如烟就自己退后了两步 为什么 凭什么你就能一步登天 为什么不是我呢 她说完就疯了一样的跑开了 我站在原地 心想可能是我比较幸运吧 又过了三年 我和灵慧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我和哥哥管理起公司来 已经是得心应手了 我爸看着我们俩欣慰得很 安心退休和我妈去到处旅游了 为了防止更多人像我一样 从小和亲生父母分离 我每年都会捐两百万块钱 给志愿者协会 以便能帮助更多家庭 找到走丢的孩子 至于柳如烟和王小锤 听老王说 他们俩互相看不上对方 从场子被收购后就分手了 王小锤干啥啥不行 要柳如烟心比天高 给别人当了小三 被原配告的人见人骂 老王笑着说 数我混得最好 谁能想到这破天的富贵 能破到我身上呢 我也值乐 那还得感谢我爸妈 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抬眼看了眼天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 以后的尸毒家庭 一定会越来越少 全文完